hello大家好,我是澳洲悠阳学人的英文学术总监Doris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八年级电影技巧分析示范讲解 不要滑走,后面有范文哦 虽然电影技巧的分析以往学校都是九年级甚至十年级才会开始接触 但按照如今澳洲中学的教学趋势 对于各项能力的培养与考察都是有所提前的 比如十二年级高考的作品会在十年级进行教学 比如电影技巧有的学校八年级就开始接触 不同学校的考量有所不同 但考察难度无疑是逐渐上升的 因此只有提前打好基础才能帮助孩子从容应对 我们今天将以动画电影《小王子》为例进行示范讲解 感兴趣的家长可以教育孩子一起观看 之前的作品介绍系列讲过 《小王子》是世界经典文学名著 主要探究了主人公心灵的成熟之旅 在电影的改编版本里 这一成长过程也映射在了新天家的主人公小女孩身上 为什么讲电影技巧前要先了解主题呢 因为不论是台词还是拍摄技巧分析 最终都要连接回主题才能够算是完整的分析 接下来让我们根据具体场景进行分析 《小王子》 好幾乎 我会变回 أ fil cela 在外面 我只能招待伤 不錯 我的前几乎 往前 在这段节选中 最值得分析的是 小女孩高高举起手中的剑 准备打碎玻璃 释放星星的镜头 明亮的星光之间 是小女孩坚定的表情 此处的仰视镜头 Low Angle Shot 也作为辅助 体现了小女孩身上 强大的能量 标志着这一场景 对于小女孩成长的 重要意义 最后 结合台词分析主题 那句我会长大 但不会长成 像你们一样的大人 是小女孩 对一些成年人身上的 势力与功力勇敢说步 是小女孩走进了 飞行员与小王子的故事之后 学会保留童真 追寻人生意义的结果 示范的分析文端如下 值得注意的是 找到值得分析的电影技巧 不是最终目的 分析其希望达成的效果 及与主题的关联 才赋予了分析 真正的意义 因此就像示范文端 标注的那样 写的时候要记得技巧 效果进行 一一对应 比如 Low Angle Shot的效果 是Portray the Little Girl's Wind 而Medium Shot 是为了Portray the Girl's Actions 它那句台词呢 是为了体现 这个文端的主题 所以分析我们这一段 范文时不难看出啊 我们的分析结构 一定是证据和我们的分析 结合在一起 才能够形成一段 完整有效的分析 如果你有任何感兴趣的内容 希望在之后的分享当中看到 欢迎在评论区进行留言哦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